国发会率领的中东欧访问团抵达了波兰台波电信公司签署了备忘录 台湾与波兰电信业者签署备忘录深度合作探讨未来更多投资与合作机会 展现台湾电信业者布局欧洲的企图心 波兰也可以借由合作打开印太市场大门 并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见证台湾跟波兰的业者签署了这个MOU 在国际的电信服务还有武器通信等等的领域深入合作的备忘录 2021年波兰制赠40万剂疫苗给台湾签起了合作的缘分 台湾宣布强化欧洲链接计划 2023年进入第二阶段两国电信公司代表波兰官方人员都亲自出席 20后的今天我也带领了将近30位的团员 来到波兰也启动了所谓的强化中东欧电解计划的第二阶段 也就是把波兰加到我们的计划里面 未来双方也可以合作在乌克兰重建时提供良好合作服务 持续走下去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